大家好 一名华裔美国公民的父亲因为是共产党员 持旅游签证到美国探亲 近日在洛杉矶的机场被拒绝入境 原机遣返并且注销了他十年期的美国签证 这应该是美国现在对禁止共产党入境 应该是第一个已经成行的案例 这是限制共产党员入境美国 这应该是首例 这个父亲是在广州美国领事馆进行的签证面谈 老人持的是十年期有效的旅游签证 大家知道美国签证一般是十年期 9月17号下午乘飞机到美国看女儿 在洛杉矶机场他被拦截 并被取消了签证原机遣返回中国 这名父亲是在美国领事馆接受的面谈 在面谈时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外其他问题没有问题 他现在去美国唯一的障碍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其他没有任何问题 据老人的女儿讲 他的父亲年龄很大了 因为担心退休待遇受到影响 就没有办理退党的手续 退休以后又没有退党 所以他还是共产党员 在洛杉矶机场被拦截之前 他不知道自己的移民申请已经被拒绝了 机场海关人员为了他有关问题后 说他不符合进入美国的规定 那在网上看到的信息说是美国移民局明确表示 他被拒绝入境 那么现在啊 美国共和党和这个民主党都有限制 这个共产党入境的政策 那从这个情况来看啊 现在应该是川普政府考虑禁止共产党员 及其家人进入美国的一个实际案例已经发生了 后续如果越来越多 大家也不要意外啊 这就是美国啊 就是美国海关和移民局开始要针对共产党员 开始要针对共产党员 进行一部分限制了 纽约时报呢 其实之前也报道过啊 说这个川普有制定限制共产党员移民探亲旅游啊 这种政策 但是现在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但是因为这个政策啊 因为这起案例啊 这个政策我觉得应该是浮上台面了啊 那为什么是针对这个老人呢 现在他所有的条件都满足进入美国 只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那如果美国后面再公布一些其他原因啊 他有什么其他原因不满足进入美国的条件 咱们不知道 现在得到的消息 他唯一不满足的就是他共产党员啊 而且他在签证的时候 已经如实申报了 我就是共产党员 如实向美国使馆申报了 所以现在这个信息啊 我现在掌握的到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 我谈谈我的看法啊 美国限制共产党员入境啊 我觉得也是只能限制一些普通党员 普通党员 他美国限制啊 包括那些红二代在美国的 很多那奔驰大妓女不全家都在美国的吗 美国你看看那个之前讲的 那个洛杉矶的那个别墅 几千万美元上亿美元的 在北京是不是到故宫随便开大妓啊 那大妓女到美国人家住洛杉矶号宅 这都是红二代啊 那这些人红二代红二代 他得是党员才是红二代啊 那这些人随便进入美国 但是普通的党员 哎你就不让他进入 所以我说美国啊 他这个政策 现在咱们再观察 是针对全体党员 还是只针对普通党员 而那些高层党员的家属 人家可以在美国随便 那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政策啊 其实也就是说白了 糊弄一下老百姓的 糊弄糊弄老百姓 那帮贪污的啊 甚至有一些腐败的二代 人家就贪了钱就跑到美国去了 那令计划那个家里边 那令计划 是不是党员令计划他们家 只是他的跟党内斗争失败了 只能跑到美国苟延残喘 雇一帮保妖给自己家看着 他原来是不是共产党员 他就是党员 那你美国保护这帮共产党 打击另一帮共产党 那我觉得你美国这个制度 你美国这个政策 说白了还是玩政治 根本不是为了什么 你自己的理念 太可笑了 我觉得中国人民也能看透 另外呢 就是说 这美国呀 我觉得 他限制这个共产党入境啊 大多时候 还是为了这个自己的选举啊 这个政策啊 如果立出来 真正对外公布 真正实施了 在国际上会产生影响 就是他针对一个特定的政党 对吧 特定的政党 特定的族群 美国人啊 会把自己的整个这个自由民主这个灯塔形象毁灭的 很简单 你针对一个特定的族群了 记住啊 你针对是特定族群 就像当年针对中国人啊 排华法案也是针对中国人 现在针对什么 中国的共产党 我觉得这美国后续啊 有很多啊 很多大家值得值得看的啊 如果后续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什么 禁止入境 特别是党员被禁止入境 那说明这个政策落地了 那美国呢 执行这个政策 说明什么 他并不自由 并不民主啊 他针对一个特定的族群 特定一个政党 实行排斥 那其实和共产党 其实很多政策是一样的啊 这就并不是民主啊 民主其实是不反对任何人的 民主其实不反对任何人的 即使我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观 但我不反对别人的价值观 这才叫民主啊 那美国如果制定了这些政策 只能说美国走向了极端化 而且他这种政策还是有选择性的 针对那些 真正的红二代是正常可以入境 甚至可以在美国 是不是 正常的该干什么干什么 中国大使馆里的全是共产党员 你为什么针对那个大使馆里面 这些共产党员 你让他们入境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你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他就是党员 你不让他入境 所以你可以看 这里边美国政府后续 如果实行的话 会被起诉的 这个政策绝对会被起诉啊 这是违反人 就是说 人道主义的 违反人权的 所以你可以看啊 所以这个政策 美国现在不敢正面推出 不敢正面推出 但是呢 他有什么 秘密的实施 越来越像 我觉得现在美国越来越像共产党 就是自己骂着共产党没人权 玩一些秘密手段 其实自己你看看美国人玩的这个 没有立法 没有法律规定 甚至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个条文 或者一句话 总统说了 一句话 议员说了一句话 然后下面就执行 你说像不像共产党的政策 你说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像 然后美国说自己比中国高级 美国比中国更有人权更优秀 你不糊弄鬼的吗 美国人呢 你说你俩半斤八两 你俩差在哪啊 只是一个往左 另一个往右 你说我代表自由民主 另一个说我代表自由民主 其实你俩干的事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真正懂自由民主的人 其实你通通美国这个政策 可以看出来 没有自由民主 我觉得对这个老人 对遣返这个老人 你首先你就不尊重人家的自由了 人家女儿在美国呀 没有任何原因 你就给人遣返了 哎呀 更可气是那帮海外的华人呢 还在这鼓噪着啊 支持嘛 支持 你支持吧 越来这个政策越极端 最后受苦的是你们在美国的华人 你记住受苦的是你们 我们离美国远圆了呢 离美国很远 你们离美国很近 你们这些华人得自己想一想 还是啊 大家一定要理解 就算针对共产党 不让共产党入境 也是针对普通的共产党员 那些高层的共产党员 美国是绝对不敢的 也绝对不能的 为什么不用我多说了 这是你们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大的bug 利益之上 大利益之下 优优独立